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中国新疆喀什 因疫情再度封城 机场航班开始全面停飞 新疆乌鲁木齐的新冠肺炎病例 9月初清零后 喀什地区今天传出一次疫情而封城 据网络及时航班讯息 喀什机场航班 下午开始全面停飞 有港媒指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人员 已确认封城消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晚间通报 喀什地区舒服县 对应检检检人员定期检测中 发现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中央社今天报道说 新疆喀什一报疫情封城 飞机停飞 警方呼吁戴口罩 新疆乌鲁木齐的武汉肺炎病例 9月初清零后 喀什地区24日传出疑似疫情封城 中国社群网站 新浪微博 自下午开始流传大量喀什封城消息 有当地网友表示 封城是因为疫情 也有人称是公共卫生问题 自己居住的社区也封闭了 另据网友上传的影片 喀什自下午起 已禁止外来车辆进入 有香港记者致电喀什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对方确认封城消息 并称目前喀什全境封城 飞机停飞 出不去也进不来 这名指挥部人员称 封城指令 今天刚刚开始 现在指挥部也在等通知 所有人待命状态 对于封城具体原因 对方仅回应 原因不让说 不能说 又表示目前封城指令只涉及喀什 稍后可能会由官方发布具体消息 喀什市警方官方微博 下午则一度发出公告 呼吁市民戴好口罩 注意自身安全 不信谣不传谣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一切以官方通知为准 中央社报道 截至发稿 这则公告已被撤下 但仍有许多路没转发 新疆7月中旬 爆发新一波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 确诊者集中在首府乌鲁木齐市 一度单日确诊超过百例 直到9月初才宣告病例全数归零 据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天山网 晚间引述通报称 此次这名无症状感染者 为叔父县战敏乡二村的17岁女性村民 今天在定期核酸检测中 结果呈阳性 经专家诊断为 2019冠状病毒疾病 无症状感染者 已转入喀什定点医院 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通报显示 这名患者目前没有发烧 咳嗽等症状 但当地也出现抢购生活物资的情况 第二个新闻事件 是新冠疫情反弹快速蔓延席卷欧洲 多国成为重灾区 德国的新冠感染人数节节上升 捷克 比利时及荷兰 更是成为感染重灾区 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 新冠病毒再次在欧洲快速蔓延 德国总理默克尔刚刚呼吁民众减少与他人接触并放弃出行 联邦卫生部长施潘就确诊新冠 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Ricky统计 德国的新冠死亡人数在周六突破1万大关 累计1万03人死亡 比前一日多出49人 Ricky数据指出 德国各卫生单位通报的单日确诊人数 高达14714人 创下德国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数字 而欧洲邻国的疫情也极为不乐观 捷克及比利时的感染人数居高不下 过去14天内 每10万居民中分别有1066人及932人感染 荷兰的感染数则位列第三达596人 根据荷兰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RIVM的数据 10月14日至10月20日间 该国的感染总数高达5.5万例 此前一周的感染数字则为4万3千万例 鉴于新冠病毒快速扩散 荷兰政府自10月14日起实施部分封锁 酒吧 咖啡厅和餐厅被迫关闭 晚间8点后不得卖酒 每户人家每天只能接待不超过三名客人 并建议民众只在必要情况下搭乘公交车和铁路 荷兰当局将于10月27日讨论进一步抗议措施 瑞典政府在该国第四大城 位于斯德哥尔摩北部的乌普萨拉首次实施严格限制措施 该地区民众在11月3日前不得筹办或参与庆祝活动 避免与非同住者接触 暂停使用公共交通 瑞典病毒学家提格内尔表示 若疫情加剧 不排除扩大限制措施至其他地区的可能性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ICC统计 瑞典每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5000人 葡萄牙的每日新增感染数呈现垂直上升的趋势 10月5日的单日新增人数仅为734起 10月22日则暴增至3270 自10月14日开始 葡萄牙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10月23日 葡萄牙政府在该国北部三个地区实施进一步限制 民众有义务待在家中 此外 葡萄牙已将11月2日定为全国哀悼日 纪念于2000名因新冠病毒丧生者 比利时10月的感染人数暴增 14日内每10万人便有932人感染 成为欧洲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10月1日至10月22日间 每日新增人数从1300人暴增超过10倍 达13200万人 比利时卫生部长范登布鲁克 形容该国疫情即将面临海啸 根据预测 11月中旬前该国2000个重症病床 将全部满源 疫情爆发至今 新冠病毒已在比利时夺走近1万条人命 捷克的情况更为紧张 自10月5日起 人口数为1070万的捷克 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据ICC统计 截至10月22日 捷克过去14日每10万人就有1066人感染为全欧洲之冠 迄今捷克已累计20.8万感染病例 自本周四起 除了食品店及药房 所有店家都暂停营业 捷克政府还只是民众在当前绝对必要的时期减少与他人接触 法国的新增感染人数 再次刷新记录 10月23日 该国通报的感染 案例为42,000起 法国迄今累计超过100万人感染 3万4,500人死亡 成为欧洲的新冠 重灾区之一 面对严峻的疫情 法国从21时至60时实施宵禁 实施范围由原本的巴黎及其他八成扩大至法国多个地区 三分之二 法国人 约4,500万人都受到宵禁影响 西班牙的新冠感染总数 在本周突破百万大关 10月13日 至10月22日间 每日新增感染数从7,100人暴增三倍 至21,000人 尽管如此 马德里地区还是在10月23日终止了 中央政府原先颁布的为期两周的封锁令 马德里正考虑继续封闭疫情严重的城区 并实施宵禁 不过德国游客仍能前往西班牙南部的加纳利群岛 德国政府在10月24日 已取消了对该地区的旅游警告 波兰的疫情也不容乐观 10月19日至10月22日间 每日新增感染人数 从7,400人上升至超过1万2,000人 波兰此前因快速实施封锁 顺利度过第一波疫情 如今因感染人数 暴增以及医院超负荷 波兰将华沙国家体育场的一部分改建 为新冠临时医院 直至本周末 临时医院中将设有500个床位 其中包括50张重症监护病床 自10月18日起 波兰实施严格的社交限制 德国其他邻国也通报了 比德国更高的新增感染数字 丹麦的感染人数相对较少 14日内每10万人新增113例感染 略高于德国的感染率 卢森堡的感染率则为每10万人有507例感染 奥地利的单日新增人数也超过2000人 14天内感染率则为每10万人中有234例 瑞士的情势则更为严峻 瑞士日报、瑞士东南报预测 富裕且组织严密的瑞士 已然成为国际新冠疫情的重灾区 据瑞士联邦卫生局Bag统计 本周四共有6600起新增病例 平均每周感染人数增加112%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美国将在西太平洋设立海景巡逻基地 部署新一带的快速反应巡逻舰 针对中国近年来在海上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度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宣布将在西太平洋设立海景巡逻基地 部署新一带的快速反应巡逻舰 他指责中方在有关海域进行非法捕鱼 且骚扰他国渔船 华盛顿方面宣布 美国海岸警卫队将会在西太平洋增加部署 执行巡逻任务 以遏制中国渔船在争议地区的活动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23日提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为 是不利于局势稳定的有害行为 并且指责中方在相关海域进行非法和不加以监管的捕鱼行为 而且还对他国渔船构成骚扰 奥布莱恩透露 美国海岸警卫队将在西太平洋 部署新一带的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 其任务是与那些离岸巡逃能力有限的地区伙伴合作 帮助受到威胁的渔船 确保海上航行自由 奥布莱恩称 美国海岸警卫队将战略性的在西太平洋设立母港 此外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在南太平洋的存在 隶属于国土安全部的海岸警卫队 计划评估 下一个残年在南太平洋的美鼠索摩亚 设立快速反应巡逻舰基地的可行性 美国和中国互相指责对方 违反国际海洋法 美国政府称 中国会定期派战舰 护卫中国渔船出海 掠夺他国的水产资源 今年4月 一艘越南渔船 在有争议的岛屿附近捕鱼时 被一艘中国军舰撞击后沉没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还指控中国在马来西亚提出主权要求的海域 进行游戏资源勘探 以及派遣中国渔船 侵入印尼领海等等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韩国三星会长李健熙因病去世 韩国三星方面今天公布了李健熙去世的消息 并表示将根据死者和遗嘱意愿举行简朴的葬礼 谢绝吊咽和哀悼花圈 据悉 夫人洪罗喜 长子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荣等家属前一天得知李健熙垂微消息后到医院为其送中 林堂设在三星首尔医院 具体葬礼日程正在商讨中 据韩联社报道说 韩国财界巨头 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25日因病去世 享年78岁 李健熙2014年5月因急性心肌梗塞在三星首尔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截至近期 他仍能自主呼吸 持续接受康复治疗 后因病情恶化 经抢救无效 于25日去世 李健熙1942年1月9日生于韩国大邱市 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七 李健熙刚出生就被送到庆上南道宜宁郡 由奶奶抚养 1947年随父进京 1953年年仅11岁便奉赴命留学日本 李健熙从小热爱养狗和看电影 从日本回国后 李健熙就读于首尔师范大学附属高中 在校期间加入摔跤社团 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 李健熙远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 工读工商管理硕士 1966年硕士毕业后 与在首尔大学读美术专业的红螺喜相亲 次年成婚 上世纪70年代 李健熙赴美视察硅谷 探索进入高新产业 于1978年升任 三星物产副会长 开始走接班人程序 此后 出任三星海外项目推进委员会委员长的李健熙 加入抢购大韩石油公社的行列 这本是接班人大展拳脚证明能力的好机会 不料三星最终败北 李健熙不得不一度面对父亲失望冷淡的目光 原本继承三星集团经营权的李健熙大哥 前第一肥料会长李孟希唐金走私事件被曝光后 李健熙被选为继承人 1987年创始人李秉哲去世后 李健熙成为三星集团第二任会长 1993年 他在德国法兰克福提出新经营宣言 表示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 宣布第二次创业 有观点指出 三星从此开始积极推进品质经营 质量经营 设计经营 实现了腾飞 在李健熙的领导下 公司总市值从1987年的1万亿韩元 约和人民币8.86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390万亿韩元 猛增40倍 资产总额高达500万亿韩元 三星电子2006年在世界电视市场力压索尼拿下冠军 并在智能手机市场超越苹果排名第一 20多种产品问鼎全球 与此同时 李健熙2008年应设三星秘密资金事件 被判刑后 宣布辞去集团所有职务和解散战略企划事 2009年8月 李健熙又应向长子李在荣变相赠予三星SDS赴任股权债券的玩忽值守罪名 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并处罚金1100亿韩元 但因财界和体育界呼吁让身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李健熙代罪 立功为申办2018年平昌冬奥发挥作用 仅四个月后 李健熙就独自一人被十任总统李明博特别赦免 李健熙夫人洪罗喜曾任三星美术馆馆长 其独子李在荣任三星电子副会长 大女儿李富珍出任新罗酒店社长 二女儿李旭显任三星福利基金会理事 女婿经在列任三星经济研究所社长 在国际舞台上 三星机身世界级品牌 在品牌咨询公司发布的 2013全球最佳品牌榜单中排名第八 李健熙还领导三星电子推出九大全球第一的产品 分别是2012年的智能手机占有率方面 2006年智能Kaik 2010年移动CMOS图像传感器分摘桂冠 2006年电视销售额方面 2007年显示器 1992年的Dram 2002年NAND闪存和2006年移动APP排名全球第一 三星集团表示 李健熙恪守就任支出的承诺 27年来带领集团实现辉煌发展 李健熙1987年就任当时曾表示 将注重自律经营 重视技术 尊重人类 带领三星成长为世界级的超一流企业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 明天见